大旁的客人都來在一樓整台 大家都賣服換衣服 有人是在暗冬的小孩 原來是早上聽到火災劍嗎 有煙有煙 然後有燒焦味這樣子 這間如下說在河湘布置附近 禮拜一早八點完 聽到火災劍的警報 大家就趕緊都來一樓 有人又勸小孩下來 說不敢做很完美的機會 想要到中島郵寄來 才發現原來夾車在在搜尋 房間這邊就乾脆說 原來第一扇彈起來時 被老廚廚的原來在擠薯條 說運動習慣 整油鍋都沖煙 有人拿不開去才很重進步 在處理油炸薯條的時候 油煙過大 鍋蓋把它蓋起來 事後又有用滅火器 卻是有一些油煙蔓延 所以也跟各位住客 說真很不好意思 造成各位的困擾 廚廚這邊不注意 已請煙這陰氣火災警報 讓大家驚訝 雖然是沒有盛災 不過這麼大房人客 有哪心情受到影響 冰西新聞 高雄布德